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吸引在嗡名声中直接呈现了实体精化的模样 那些黑丝纵然说是真正玄天之宝发出的攻击 但是毕竟啊也只是黑袍青年随手一击的威力而已 故而只深入紫色虚影齿许身之后 就没有办法再进入封喉呢 竟然一时之间被硬生生的抵在了外边 黑袍青年见此情形呢 脸上可是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红孔中一缕寒芒闪过 同时抓住了黑色巨刃的手掌 黑光微微一闪 下一刻巨大的紫色的符纹虚影当中 煎鸣之声大作 那些黑丝呢 一阵颤抖过后 唯能一下子狂增背许以上 看似坚不可摧的紫色的虚影竟然纷纷的一粒而开了 黑丝在紫光当中从四面八方 向中心处的韩力飞快的靠进去 韩力呢脸色不禁一变 手中的法觉一变就要再次催动 紫眼鼎的施展其他玄妙的变化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迟了 正绽放紫色光芒的小鼎一声哀鸣 咔嚓之声传来啊 接着表面呈现出了无数的白痕 在一闪之下就化为了一团光艳暴碎而开 紫色符纹虚影一阵模糊过后 瞬间凭空破灭掉了 密密麻麻的黑丝一闪之后 顿时再也没有任何阻挡的往中心处急滚而去 一副要将韩力千刀万剐的模样了 韩力呢是瞳孔骤然一缩 毫不迟疑的两手一握拳 口中呢同时爆发出了惊天的怒吼之声啊 刹那之间他身上的黑气一滚 无数的黑色符纹从体内黄涌而出 在一灵之下幻化成了一件漆黑如墨的黑色的战甲 同时他背后金光一晃 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法像冲天现出 六条手臂一挥之下 从掌心中各自射出了一团金蒙蒙的光焰 并在秦鸥身前是汇聚一起 汇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的漩涡 里面的忽鸣之声一响 漩涡疯狂一转 无数经文从中狂涌而出 并幻化出了一股股庞然俱立出来 竟将部分的黑丝硬生生的一脚而入 至于那个三头六臂的法像 却在体表金光一流转之下 凝结成了金灿灿的实体 身上隐隐约约献出了一副模糊的金色假衣 然后一闪就挡在了汗里面前 此今身六致毫无感情的金木一睁开之后 手臂顿时虚影一阵广雾 瞬间的功夫 无数的金色全影凭空就浮现在了 浮现的虚空当中 一个闪动过后 就狂风般的向四面八方狂颈而出 这个时候啊 韩丽的本体却默然之间单足一坐虚空 身躯骤人之间向后急射而去 其背后双翅雷鸣之声一起 无数的金色剑弧从赤上弹射而出 一凝之下就幻化成了一团团金色的雷球 现后面的金丝呢是呼啸射去 不定如此啊 在金色雷胶刚一放出的瞬间 韩丽背后轻光一闪 竟又喷出了72口寸许长的小剑 这些小剑一个晃动就化为了72道轻蒙蒙的剑光 狠狠一踢而下 顿时呢 数以千计的杖许长的剑光狂涌而出 并在一个模糊过后 化化成了一座青蒙蒙的剑山须影 花出了风雷之声耳 先斩到了后面的黑色瓷网之上 一声惊天动力的巨响过后 一团金色的交扬在黑色上一声而出 并传出了惊人的剧烈的波动 而在轰鸣声中呢 那些金色的雷球也一闪纷纷 没入青色骄阳之中了 转眼的功夫 雷鸣之声 剑气之声 以及嗡鸣声 全部一起大作 一团团难以置信的耀眼光团 更是在附近西空中连绵爆发而出 远远看去 大半池塘上空都被刺目的光芒照亮了一般 飞袍青年见到此景呢 神色一动 脸上首次流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出来了 走 龙家老祖双目一亮 突然之间呢 向鱼少女和白气 狠狠传一声 接着身形一动 化为了一道惊人的惊鸣 向后是积涉而走了 他之所以啊 在如此危急的情形之下 还愿意通知二者一声 自然不是存着什么善意 而是呢 想趁着黑袍青年分心之际 几个人一起逃走的话 成功的几率 那自然要大增许多的 果然与一少女一听传音 二话不说 背后五色艳赤猛然一山 也化为了一团五色的虚影 向另外一个方向呢 是击空射去 但白气仍然在原地未动一下 犹如根本就没有听到 二者的举动一般呢 龙家老祖见白气这般举动 心中是越发的轻移了起来 但是所化的惊鸿顿速 却反而更加快了一分 只是两个闪动过后 就到了千余帐外的地方 并毫不犹豫地往高空中 绿蒙蒙的光幕移视而去 将就此呢 从山谷当中脱身而出 另一边的鱼少女 同样到了山谷边缘处 双翅一盏 身形骤人之间 在虚空当中消失不见 看来啊 是打算施展神通 就直接顺移到光幕之外 在此种情形之下 两个人只要移到山谷之外 并朝不同的方向隐匿而逃 只要说不是运气太差 说不定啊 还真有人能够逃得性命的 可诡异的是 灰袍青年远远的望了二者动光一眼 并没有任何拦阻的举动 只是嘴角呢 也引得献出了一丝 嬉笑之色 轰厉一声闷响 龙家老祖顿光 一接触绿茫茫光幕的瞬间 金光为之一化 停在一个亮枪弹射而回 并现出了身形出来 先前可以轻易进入的绿色的光幕 此时呢 赫然变成了铜墙铁壁 顿光一撞到上面 不但被一弹而回 更有一股难以抵挡的距离 从光幕当中一涌而出 让其根本就没有办法轻易的动穿而过了 龙家老祖飞快的站稳了身形 但是脸色铁青 心中为之一沉 若是换作其他时候 这层禁制固然有些麻烦 但是他自信呢 只要稍微动用几种手段 还是有把握破开眼前的禁制的 但是在一名魔族圣祖面前 想做此事的话 那却是白日做梦的事情了 这位魔戒剧情 又怎么可能真的给其留下破除的时间呢 不光是他 消失的余少女同样在光幕前一闪 再次现出的身形 此女惊怒之下 接连变换了其他几种空间秘术 也一样的没有办法洞窗光幕而过 少女呢 回头向持航方向看了一眼 立刻脸上的血色全无啊 忽然一声圆铁从池塘上空传出 接着福定耀眼的光芒一脸 两声暴鸣之声从中传出 两股飓风和一道巨大的黑影 以前一后从中狂复而出 并一个闪动过后 出现在了数十丈外的另一处高空处 这才显出了本来面目 是一只呢 身高十丈的金毛巨猿 身上套着漆黑的魔奖 两手各自拖着一清一黑 树丈高的小山 韩丽竟然在危急关头 变身成为了金毛巨猿 用一身恐怖的神力 外加借用两座极山之力 这才在辟邪神雷和繁盛金生 等诸多的神通掩护之下 硬生生的将黑丝冲开一线 从而勉强逃了出来 但是就算如此 其身上的魔甲表面呢 也多出了无数的纤细的裂痕出来 并正在徐徐的重新弥合起来 这才是韩丽自己本身使用过的两次真正的玄天之宝 隐约能抓住一线生机的结果 换了龙家老祖和鱼少女二人 纵然有和韩丽一般的神通 心中惊慌之下 也只能说是惨死当场的 毕竟啊 那些黑线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不但犀利无比 几乎无坚不摧 更可以洞穿虚空 自行灭狱于无形 有趣 真的有趣啊 看来 等老祖这一趟还真是来对了呀 不但碰到了伟仙磊 还碰到了一名能够将真灵血脉 发挥到如此地步的人族修饰 小家伙 你体内不止这一种真灵血脉吧 还有和神通 尽可给本座施展出来 获得下一季 我会重用黑魔笔的近半的威能 你绝难逃过魂飞魄散的下场 只一说你们两个 不要枉费心机的想逃走了 此岛名为苦陵岛 而这座山谷呢 却叫昆陵谷 你们这些灵界之人 到了此地 也只有飞灰烟灭 这一条路可走了 吹袍青年目睹此景 手中黑色的巨剑 微微一抖 不怒烦喜的哈哈大笑地说道 东秀 叶先子 你们也不要再有其他的心思了 我们几个人联手一战 或许还有可能有那么一线生机 若是斗智全无的话 可真的要全部陨落在此地了 白道友 我不知道你心怀什么心思 但是可不要自作聪明 真的以为可以一直独善其身吧 金毛巨元脸上猙獰之色一线 大嘴一张 发出了韩丽的声音 龙家老祖听到了韩丽的话 只是略沉吟过后 就顿光一起向韩丽这边击舍而去 几个闪动过后 就脸色阴沉地出现在了附近 冰一段的鱼少女呢 美眸飞快地闪动了几下 默然之间一跺玉卒啊 背后一对艳吃一山 也一晃 没入虚空之中不见了 变革过后 韩丽一侧波动一起 鱼少女无声无息地浮现而出 至于说那白气听到了韩丽之言 只是扫过了一眼就继续地无动于衷 韩丽 小妹的性命就全交给你了 希望道友还有什么底牌的话 可以对抗这位魔族圣祖 否则的话 我等可真的是一乱几时而已 鱼少女刚一现身 就苦笑着冲韩丽说了一句 底牌 二位不可能也保留一些了吧 而且两位道友可否发现 这位魔族圣祖虽然说一开始的出手 声势着实惊人之外 此后的攻击却全靠手中的那柄黑魔笔了 并没有再动用其他的魔功神通呢 韩丽所画巨猿盯着对面的黑袍青年 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啊 韩凶话里的意思是 鱼少女心中一跳 微微一惊 叶仙子不要忘了 这里可是喜灵池所在的困灵之地 恐怕说整个魔界灵气最精纯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此刻所待之处了 一名魔族即便是圣祖 在此地和人争斗的话 可却不信 对方不受此地天地灵气的压制 巨猿一声冷哼地说道 韩凶此话不错 其实说他刚才催动那柄黑魔笔 也是必须先破开此地的灵气牢笼 这才可以吸收外界魔器 对我等进行攻击 若是老夫没有猜错的话 这老魔一身法力在这里根本没有办法直接补充体内的魔器的 每动用一些就会少伤一分 他手中的玄天之宝多半也是同样的情形 只要不让此物继续的吸纳外界的魔器 单以黑魔笔本体之力 我等联手也不是不能抵挡 龙家老左似乎这个时候也被韩丽的话给触动了 脸上阴沉缓缓一缓 冷静地说 于少女听了二人的话 心念飞快转动 暗觉有理 恐惧之意呢 也是不禁去了大半 这个时候 对面的黑袍青年听到了韩丽等人之言 双目微微一眯地轻笑了起来 不错不错 能如此短的时间之内 就看出这些东西出来 你们三人在人族合体修士当中恐怕也是最顶级的存在了吧 本座在这苦灵岛上的致致修为受些压制 一些神通和宝物呢 也不便直接拿出来施展 但你们以为这玄天之宝是什么呀 你们又如何阻挡本座用它吸纳外边的真魔之气 对了 还有那灵族小子 本座刚才一直未对你动手 就是感应到你的体内有故人的气息呀 灵王派你来这里是何用意 不是故意的想将一句伪仙磊双手奉上的吧 黑袍青年满不在乎的冲韩丽等人说完之后 目光一动落在了白气的身上 并声音一冷的问道 听到了黑袍青年的这番问话 龙家老左等人心中一动 目光刷的一下子 也是一起望向了白气 从一开始啊 这位灵族圣灵就表现得十分的诡异 韩丽他们既然决定联手对抗黑袍青年 自然呢也要先弄清楚白气的真正意图才行啊 在白茫茫的光辖当中 白气虽然面容无法看清什么 但是听了黑袍青年的话语之后 体表微微闪动几下 终于沉声开口了 白毛来的时候 族中的那位大人的确嘱咐了几句话 并在我的体内种下了一枚分灵符 不如就让那位大人亲自和前辈谈上一谈 你看如何呀 缓刚落 白气身上的白光 为之一脸 现出了他的真容 竟然是一名啊 身穿紧衣的中年男子 面容普通异常 但是双目荧光灿灿 那眉宇之间有一个淡紫色的灵斑 此刻正在闪闪发光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提醒观众收听 还原修仙传 第1378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